在选前的倒数时刻 高雄一名枪毒犯的原本打算 利用选举期间警力恐怕比较吃紧 大捞一笔 还好警方及时破获了 同时也在他租屋处 发现了大批的海洛音砖 还有改造手枪 数量之多 连警方都大吃一惊 卖毒的嫌犯原本打算进到屋内取货 立刻被埋伏多时的远警压制在地 大批远警进到屋内后 看到一个保险箱就放在厨房里 看起来相当诡异 立刻要求嫌犯将它打开 保险箱里头 满满的都是准备要贩卖的毒品 数量之多 连警方都大吃一惊 这名将信嫌犯平常以卖毒为生 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还特地在凤山租了一个空屋藏匿毒品 只有在取货时才会进去 相当狡猾 警方经过多日的跟肩 才终于破货 采用是人货分离 这种透监处平常没有人住 所以它毒品跟枪支 全部锁在保险柜里面 这么大批的毒品 还要被警方及时拦下 原本嫌犯以为选举期间 警力不足 可以大捞一笔 现在被逮 也证明警方 维护治安的决心 再次准备